30万的车子可不便宜了 每年的折旧 保险费 保养费都很高的 但如果一年能跑到18000公里以上 确实是可以跑回本的 那即使一年跑的不是很多 也不一定代表买这个车就真是亏死了 血亏 因为30万的车它还是能有一些 除了跑路之外的额外功效的 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算 30万的车子啥事不干就放那放一年 要亏多少钱 那一般来说 30万的车子排量在2.0T左右 当然也有更小的 那我们这里车传税按照360块钱来算 保险费一年7000 保养一年2200左右 其他当然你停车什么的 这种洗车开销都有的 算个1500块钱 真心不过分 很多朋友不够的 那加起来一年用车开销 11000已经在了 然后大头开始来了 车子每年有折旧的 那二手车之家的保持率数据看了一下 奔驰C5年保持率54% 奥迪A4L五年保持率52% 宝马3五年51% 平均算下来 一年折旧在9.6%的样子 也就是一年要亏掉28800 再加上前面的11000 30万的车子一年即使不开 就那放的 开销就是4万了 那么除了这些开销 车子总得开 总得动 要动你得加油吧 电动车不算 油费要算 30万的车子基本上都已经是BGB的车子了 100公里油耗平均下来9升 真心不算高了 而且大部分车子5元92 都是要喝95的 那油价这段时间是吧 平均每升9块钱爬上了 相当于开1公里要花8毛左右了 那如果和打车做个对比 那我住的那个杭州 出租车起步价13块钱3公里 超出之后每公里2块5毛钱1公里 那平均算一下每公里3块钱了 那么把刚才的开销都加上30万的车子 一年要开18181公里 才能和打车花的钱差不多 那这个里程数说低也是不低的 说过嘛就好像还好 是吧 做生意的平时都出去跑跑的 那个偶尔要走走长途的 2万2万5千公里的也都有 这确实也能跑回本 那不过有很多朋友 或者说是大多数朋友 买车过来就是个上下半带带步的 无非觉得手头有预算 这车子还不错我就买了 一年1万公里差不多了 有些人不到的 那个家里离公司比较近是吧 这种情况也不代表这车子 一定就是血亏或者是浪费 那除了和十几万的车子一样 它可以提供这个带步的功能 车子叫会动对吧 30万的车子额外功能 显然会更多一些 那只要这台车子 可以满足额外的其他功能 公里数就算跑少一点 说不定也是划算的 和买包一样的嘛 你普通一两百块钱的包 也是很能装的 背出门和来这个老蹭一下 你还不心疼 但有些朋友就是喜欢 花上半的去买各种奢侈品的 这种包对吧 一方面哪是装东西 我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 我挂在那边 它这个是给我脸上贴金的 代表我自己品味形象和消费实力的 适合交用的 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包 装的和其他东西是一样能装 但是这个样子和设计做工 我看的我喜欢 我觉得它有独到的地方 这种审美的欣赏也是可以的 那其实刚才说的换到车子上面 也是一个道理嘛 豪华车在一些情况下 其实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资 胡刃百夫发布的 《中国豪华车品牌特性研究白皮书》上面讲 这豪华车除了家庭出行代步等等 商务会谈也是一个重要的用途 那我买了30万的车子 每年的确折旧不少钱 但是我开了这辆车去谈了几十万的生意 那即使这个车子一年就开了几千公里 一公里好了也是值得的嘛 对吧 就好比玩游戏充个钱 充了好几万进去买了个装备 那基本上游戏一些仔就打了个水漂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靠这些装备做窍门砖玩着玩着 产生兴趣了 兴趣兴趣这产生的特别厉害的水平了 你什么打金的职业联赛 获得了冠军奖杯 那赚到的那个钱 前面这个课金的那个钱 都不是色 都不是色 就和这个有关系 那么除了做生意之外 30万的车还是一些朋友 犒劳自己的一种体现 这个吴小波频道发布了一个 2019新中产白皮书上有个数据 这家庭收入中位数在25.4万 这是有点高 咱们接着聊 净资产中位数 371万的群体 这些是可以定义为新中产人群 那我们就有点远 那么新中产人群中有36% 会选择购买高端轿车 那么新中产朋友 对于高端消费的看法 占比最高的三项是什么 为了愉悦心情 犒劳自己 为独特优质的设计 或者是品质买单 以及匹配自己的身份 这都有一句 法国现代社会思想家 后现代理论家 让鲍德里亚 也有类似的看法 当人类社会迈入需求车的 消费主导阶段之后 消费就可以体现个人的身份 和社会地位 所以说一台30万的车子 刚才说的这种七七八八的 我们土话说的这些虚的功能 如果能满足的话 那一年少开点 我觉得也是划算的 也是有意义的 哪怕就是一公里带来的机会 带来的新的增长 带来自我的满足 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都是可以的 我们既然可以花钱 买电影炮 看电影让自己开心 我们为什么不能花钱买个车 让自己开心 只要它合适 它合理 我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奋斗换来的 为什么不行 说了一大堆 好记点的 其实就一句话 30万的车子想要开的不亏 一年18,180亿公里 特别极力的数字 即使跑不到 能做生意的 能长脸的 自己看着开心的 买也是值得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